美国参众议员重量级访团抵台 今天上午到总统府拜会 总统蔡英文 蔡英文致辞特别强调 这次访团的组成别具异议 这次访团的团员横跨两院 也横跨两党 显示台湾在美国国会 获得跨党派的高度支持 六位议员除了横跨参众两院 包括参加参院预算 外交 国土安全 财政 以及众院军事等重要委员会 是今年第一个来台的 参议院访问团 率团的参议员葛瑞姆 是第三度访台 近年积极争取成为 共和党党团领袖 20年来致力于推动台美经贸往来 深化台美安全合作 至此时强调 台湾与美国共享自由价值 抛弃台湾就等于抛弃民主自由 民主党籍的梅南德兹 担任参院台湾连线主席 超过13年 常年以具体行动表达支持 包括领先提出友台议案 是台湾的超级好朋友 梅南德兹至此时首先强调 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同时透露这次来台前 他们的办公室都收到了 来自中国政府的抗议信函 美南德兹指出 不希望台湾发展太好的人必须了解 全世界都在注意台湾 不会允许负面事情发生 因为这关乎全球利益 访团会后接受媒体提问 针对是否支持台湾加入印太经济架构 国土安全委员会参议员波特曼 除了给了肯定的回答 更进一步强调也支持更重要的 台美洽签经济贸易协定 重量级参众议员访台重申挺台立场 立委邻居线在脸书发文表示 这不仅代表台美交流常态化 更是美国直接以行动告诉中国 台湾的对外交流 中国没有插嘴的余地 他也提到瑞典议员来台 同样也是无视中国抗议 中国国台办对此除了再提反分裂法呛声 今天也在台湾周边海空域进行军事演练 胁迫滋扰动作频频 以上借杨奥如整理报道